《江叶原著》小说中,浩天是如何评价柳白的? 《陶山光明记》,柳白受唐小唐少女热血感染。 人见何一来到浩天身前,浩天看了他一眼,有无数信息在他和柳白之间传递。 他知道这个人类被称为世间第一强者,如果给他足够长的岁月,或许他真的可以变得像那个疯子一样强大。 然而现在还不是那个时刻,在天机算里,至少他现在不应该能走到这一步,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? 而且即便他提前走到了这一步,为什么不继续等待数百年时间,等到他最强的那一刻? 以前柳白手里的剑,便是人间最强的剑,现在他的人变成了一把剑,和夫子曾经用过的那把人间之剑合而为一,这是修行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情。 正如他所言,他确实没有破五镜,以前是不敢破,后来是不懈破,现在是已经不在乎破不破,若有门槛在前,斩断便是。 至于最后这把剑,会不会斩在自己身上,他不在乎,因为这对于他来说,已经是唯一有意思的事情。 柳白已经掌握了部分人间之力,他右手握剑向前再送,满心欢喜。 我与人间全无敌,不与天站,还能与谁站?这是属于高手的寂寞。 柳白的剑进入浩天世界两寸,浩天之前,直尺便是天涯,虽然只有两寸,但柳白的剑实际上已经纵横了数万里的距离。 柳白不是人间第一个向浩天发起挑战的人,但他却是距离浩天最近的那个人,不是因为他比柯浩然和夫子更强,而是因为浩天在人间,这是柳白的一小步,却是人类的一大步。 随着剑锋距离浩天的距离越来越近,柳白的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袖驶,明亮的剑锋变得暗淡,因为这里是浩天的小世界。 他用时间来面对柳白剑间的大千世界,柳白的剑再近一寸。 柳白人生最后的那一刻究竟有多强,柳白的剑正在逐渐靠近浩天,他的剑正在被时间侵蚀,这是他来到人间后,距离人间最近的一次。 天人之间不足三尺,明明只是一瞬间,柳白的剑却仿佛经历了日落日出,潮起潮脸,穿过无数春秋。 浩天正以时间规则来蹉跎着人间,柳白的剑离他已经只有两尺,剑上的绣痕越来越重,甚至剑身已经完全绣使。 突然,柳白的剑身彻底裂开,化作青烟,消失不见了。 剑毁了,但柳白的人还在,他的人才是真正的剑。 柳白的双眼前所未有的明亮,甚至比当年他初识时,赶到那条滔滔黄河时更明亮,比他在河畔崖上,误得大河剑意识更明亮。 初剑的那瞬间,他便知道自己不可能胜,但他没有放弃。 正如他所言,这已经是他在人间最后的趣味。 他想看看自己究竟能离天多近,想看看自己有没有能力触到天空,甚至用剑在天上,画一道只属于自己的痕迹。 柳白的手伸进了浩天的小世界里,随着他的手离他的脸越来越近,指甲渐渐变灰,皮肤渐渐失去弹性,变得干枯,生出更多的皱纹。 衣袖悄然无声,变成了肥灰。 柳白继续向前,他手臂上的皮肤开始松弛,就像垂死的老人,快要没有生命的光泽。 他傲视人间的境界,与无情的时间,坐着最安静,也是最恐怖的战斗。 仿佛走了数万年,或者真的走了数万年,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,柳白终于走到了浩天身前,走进了他的小世界。 于是,他便来到了他的身前一尺。 遗憾的是,此时他已经虚弱的无力举起自己的手,无法刺出最后的那一剑。 披散在尖头的白发,脸上的皱纹深刻,他已经变成垂垂将死的老人。 浩天默默地看着眼前将死的男人说道,你输了。 柳白凭什么排在整个江夜中前六的位置,来看看作者猫腻本人是如何评价的,就知道了。 柳白生命的最后时刻,他喘息树生,艰难地缓慢举起已经老瘦弱枯柴的手臂,用指尖轻点他的眉心,没有任何杀伤力,更像是在触摸。 世间没有人定胜天这种事情,柳白来到桃山腰天一战,他也没有想过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。 但他想证明一些什么,在临死前的这一刻,他终于触到了这片高远而冷漠的天空,他完成了自己的心愿。 浩天看着眼前这只无力垂落的手臂,沉默不语,紧接着柳白的身体像是干涸后的河床,分崩瓦解,哗哗声音中落在地面上,变成一堆尘土。 浩天身前的空中,忽然出现了一道剑,这道剑古意盎然,只是已经没有任何鲜活的气息,落在地面发出一声清脆的撞击声。 柳白手里的剑已经化作飞灰,他的人也已经化作飞灰,但这把剑却还在,光泽如心,未损分毫,便如结乱之后的人间仿佛也在预示着什么。 这是浩天降临人间后,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出手,看似轻描淡写,便让人间最强大的修行者变成了飞灰,但他的脸有些微白,不知是受了伤,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。 纵观柳白的成长史,他可以从每一次战斗中吸取不足,然后完成实力上的巨大突破,成长速度极快。 关于柳白实力上的问题,有人曾问过猫腻本人,灌主和柳白究竟谁更强呢? 对此江夜的作者猫腻表示,柳白赐桑桑那一剑的时候,强得无以复加,可以说是人间最高,但那是瞬间战力。 真正的境界实力,我觉得还是灌主稍高一线。 原文在描述屠夫的战力时,也写道,即便是柳白附生也无法应接这一刀,灌主也不会想应接这一刀。 除了柯浩然,从来没有人能应接屠夫的刀,也可以看成柳白灌主与柯浩然的实力递进关系。 最后一点,浩天评价柳白是很有希望成长的柯浩然那一副的,大致差了数百年左右。 所以柳白在夫子当天灌主残废的时期,是毫无疑问的人间第一高手。